我們再跟大家介紹兩個螢幕截詢 比較重要的是還有管理的功能 這個就比較重要 因為我知道 大家已經知道 我要把畫面抓下來 請問快速鍵是什麼 鍵盤上都有按鍵 print screen 如果你要只抓某一個視窗 就是ALT按著叫print screen 這是基本的兩個功能 Mac當然也有 但是呢我們要提到要管理 這就跟內建的不一樣 因為內建的就只能抓這兩個範圍 我比較常用的是像這個叫做pickpick 這個 你看這是我早上抓的畫面 可是你看我上面這裡 我抓了一張之後 我這裡還有第三張 還有第三張有沒有 那平常各位如果你抓了 螢幕上的畫面 一定是自動進到我們講的剪貼部 然後呢 就沒了 用一次是不是就沒了 因為你如果抓了其他的資料 進到剪貼部裡面 那東西又不見了 你又得重來 可是在這邊會不會不見 是不是都還在 你就可以隨時重複使用 而且 我喜歡它的是有這些功能 它有一些基本形狀 好 顏色換一下 那各位因為你在做TA 所以有些時候老師需要整理資料的時候 這個就還蠻好的 我的已經看起來是紅色的 這個螢幕上看起來還是黑的 這裡 好 那你看我們在這裡 我把這個變大一點 這樣 哇 你們看到的效果比較差 沒關係 這裡還有一個圖章 你看 你要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有沒有這樣就很快就點好了 對不對 如果你是做有循序式的 那你有123式的 其實你就不用自己弄 而且呢 它這個形狀上還有這種 就是曲線的箭頭 我用 用這個好了 因為你們這樣好像 上面比較看不出來 這裡 這樣箭頭不稀奇 對不對 這一個 你可以這樣轉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頂火一點 所以 它裡面就是說 除了基本的擷取的工具以外 然後呢 會有這些所謂的 箭頭啦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符號 那你就可以比較快的去 把你抓到的圖片做什麼 做註解 做一些講解的部分 那它又有像這些 多張圖片的管理功能 這個隊友來說就比較好用 這個軟體呢 叫做什麼 PickPick 這個 PiC PiCK 你到它官方網站 有免安裝板 它本身就提供免安裝板 你可以直接下載 直接就拿來用了 這個是 我蠻常用的一個 另外呢 也蠻常用的是這一個 這個 那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也許會發現說 原來也可以這樣用 我問一下各位 你 平常會不會用一些 類似像便利貼的功能 應該就是直接那便利貼小張的那一種 偶爾會用到對不對 請問你 在什麼情境下會用到這種便利貼 第一個 記事 第二個 有時候 我要稍微比對一下資料的時候 要注意什麼事情 要做什麼事情 會記在上面 那 因為我在電腦上 這個有類似的功能 你看喔 比如說 我要比對一下 你看 這一個 我這個網頁 因為這裡的資料 我需要跟它做一個 跟我待會兒 需要的那個內容 做個 資料比對 所以我先把這個抓下來 你看喔 我把它釘起來 有沒有發現我釘起來了 欸 就算我換到別的地方 拍子也還在這裡喔 這樣我可不可以拿到別的地方 就可以繼續再比對 這樣你了解了齁 那 這個 可以是圖片也可以是文字 它會自動 自動 自動 放在最上面 你隨時也可以再編輯它 你看 這個軟體我最喜歡的 就是它的大顆箭頭 箭頭有沒有 比較不一樣一點 你看到這個顏色是紅色的喔 哈哈 不是黑色的 OK 那 當然你要做一些 這些形狀 這些都沒問題啦 像這樣 好 所以我現在這個裡面就有了 有沒有 那你有一個 還可以第二個第三個 我一樣 再回到這邊 找別的 好 假設找娛樂的 好 我往下走 如果你在這裡 我想要再抓一個 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你在抓所謂的螢幕畫面的時候 比如說你抓了這一塊 一放開了 通常 以這種情形來講 因為我抓錯範圍 你是不是要從哪一次 這個軟體很特殊 這樣不對 你自己再來調整一下 這裡弄錯 換這裡 有沒有發現 就是你還沒有抓之前 還沒有按下 按著下面這個確定之前 其實這個框框都是有效的 你可以繼續再調整它 你可以繼續調整它 等到你覺得OK了 這個 那個女兒不要 哭 有沒有 這個要 馬賽克 反正基本工具它還是有 基本工具還是有 那等到你確認了 你可以直接存檔 也可以變成 複製照檢列部裡面 或者是像我剛剛一樣 你把它釘起來 把它釘起來 你看 這兩個有沒有 就是放在旁邊的 所以有點類似像便利貼的概念 那 等於說你不用存檔 可是我又可以把一些資料 把它記錄下來 就比較方便你 事後再用 而且文字可不可以 可以喔 今天如果 像我剛剛是變成圖片嘛 如果你是抓文字 假設我抓的是這個文字 123 我把它抓起來 然後呢 它在這裡 它有一個快速鍵是F3 在這邊喔 它有一個快速鍵F3 雖然我現在剪貼部內容是文字 但是文字一樣可以把它貼進去 好 你看 有沒有 我現在是文字內容喔 我現在是文字內容 它也可以把它貼進來 那如果你需要編輯這個文字內容 你可以按右鍵 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複製純文字 因為你當初是文字啊 現在貼進來 只是把它貼成一個圖 所以你可以是抓圖 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文字的內容 那你就可以比較方便 雖然是變成圖片比對 可是我隨時要用到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拿出來用 可以拿出來用 那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這個 snip paste 這個我把它放白一點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了 snipast 像這種小工具 其實 座位系統 常常都沒有做到這一塊 它常常都是做主要的而已 那有很多開發的小工具 其實很方便 可以幫我們做一些 就是這種工作效率的提升 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稍微試看看 在講一下 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